一般在撰寫程式裡面 常常遇到的 輸出這個地方 該怎麼加 那實際上我在那個講義裡面有提到 其實這個拖曳資源裡面 其實在我們一般書裡面也有提到 那比較常用的大概就是 像這個換行 加一個這個 這邊應該是反斜線 反斜線N OK 這邊反斜線N 正斜線 其實最早在unis 反正就是正斜線 在windows裡面是反斜線 OK 反斜線N 好 那如果說要加什麼 加table鍵 有沒有 就是一個反斜線T 那如果說你要加雙引號 特別就是 雙引號因為本身我們已經有用了 那如果說你要再加雙引號 很多同學不知道怎麼加雙引號 其實很簡單就是 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 再加一個雙引號 這個時候呢表示說我要加的就是一個 雙引號輸出 這樣 他就比較不會 他就比較知道說 你現在要輸出的是一個 你不能說直接在裡面 輸入一個雙引號 他會 覺得你這個裡面是多餘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 其他當然如果沒講到 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包含其他 不過其他 我是比較少用 我們來看一下這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怎麼用 首先的話 換行 那我們可以在 剛剛的程式裡面 加一個那個 換行 其實換行很簡單 就在這邊 有沒有 加一個 這個 加的位置 一定在 置串裡面 他等於是 置串裡面的一個 部分 所以我希望 在那個 冒號的 後面加一個 換行 那我就加一個 反斜線 N 那你會發現 他做出來的效果 就會是 在這邊 幫你加一個換行 然後呢 這個 X1 Hello World 就幫你放到 下一行 這樣的話 就變成 兩行 OK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 蠻常用到的 OK 第二個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地方 要需要 有個 Table 就有點像你按個 Table鍵 那你就反斜線 T 那比如說我今天是放在那個 整數的 這個後面 IND型別貌 然後把這個地方 輸出 最後的話就是 在 這個地方 我希望怎麼樣 List型別第3個資料 4 3 OK 那不過因為如果你沒有mark起來的話 你沒有 把他加一個 一般人不太知道說 是哪一個 你說輸入3好像看不太出來 所以呢 我要加一個這樣的一個符號的話 基本上 這個可能輸入的時候 要格外小心 因為好像 你輸入的時候他好像會先告訴你錯誤 那你以為你打錯了 其實 有沒有 你打一個雙引號 你已經打了 可是他好像會把你原來蓋掉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你再打一個 這樣才OK 他 他會 先顯示錯誤 但是你不用擔心 這邊其實是正確的 他會隔隔一兩秒鐘之後 才顯示正確 所以不用緊張 有的時候其實反而自己嚇自己 其實你程式沒寫錯 最後的話 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 這個 記得 也是把他當一個字串來處理 所以這邊的話輸出 各位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OK 就會是 這邊 變成這樣子 這個 變成後面這個 那如果你要把他改成單引號的話 其實到底是一樣的 OK 請各位 試一下這個部分 就是在這裡面 加上換行 跟那個 TAB 還有單引號 雙引號 試一下 當然其他如果 那個拖曳資源裡面沒有提到的話 你也可以 如法泡製一下 試一下其他的 其他的那個拖曳資源